健身广场 儿童游乐场 篮球场 无围墙 全开放 您能想象得到吗 这里竟然是一座大型的垃圾发电厂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走进光大环保能源长州有限公司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垃圾在这里是如何华丽转身的 这里不仅没有围墙 甚至还建有图书馆 咖啡厅 环保科普馆 而且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 这儿也有全国首个建在中心城区和首个开放式垃圾发电厂 结合周边片区的综合开发 成为了全国垃圾发电厂化解零币效应的典型案例 现在我们所处的就是环保科普馆 整个展馆设计以人科技自然为主题 主要分为五大区域 设有环保科普知识展板 生活垃圾分类互动教育游戏 采用线上线下的展示模式 把生态展示互动体验相结合 作为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 科普馆常年为学校社区提供社会服务 开展了大量的请亲来和走出去的科普活动 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里居然有秋白书院 没错这里是长洲市第四家秋白书院 总面积占10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 一层有平与敬人红色展区 生态环境专区 文学历史阅读区 少儿阅读区 低幼阅读区 文创产品休闲阅读区 二层空间还有咖啡吧 成人阅读区 你可以边看书边品尝咖啡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五楼的垃圾舱 垃圾舱长50米 宽20米 深25米 相当于12个国际泳池的体积 哇体积真的是非常的大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发现啊 这里面真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是的 我们垃圾舱呢是一个封闭式的空间 那么在我们头顶上方呢 是全厂的负压系统的抽风口 那么我们通过负压系统 将垃圾舱内的臭气抽入到焚烧炉 进行焚烧 使臭气也不会外溢 参观了这么多地方呀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垃圾是如何变费为宝 成为了千家万户所需要的电能呢 我们可以通过动画的形式 来了解垃圾焚烧发电的工艺流程 粉烧发电采用先进垃圾处理工艺 轻轻的起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轻轻的起策